闻着它的味道的话是特别特别的腥 我们吃过猪肺 吃过牛肺 吃过羊肺 但是马肺你们吃过吗 在我手上这两个肥叶子呢 就是我们买的马肺 比那个猪肺的话要大上一圈 闻着它的味道的话是特别特别的腥 马肺的这个表面是呈暗红色的 马肉咱们没吃过 但是马肺咱们可以尝尝 这个马肺总共是买了三斤91块钱 我也是第一次做 我也不知道它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呢 如果说都翻车了 大家也不要怪我啊 这个马肺比那个猪肺薪多了 即使它轻 我们有处理它的方法 直接下锅 咱们的去腥王可不是吃干饭的 多来一点 咱焯第一遍的时候 先把这个马肺过凉 第一遍肯定是没有怎么焯熟的 改了小块的马肺再给它丢过里 焯第二遍 第二遍我们再来一遍去腥王 双重去腥 继续焯水 焯好水之后 咱们再给它过一遍凉水 灌好凉水的马肺放进高压锅里 锅里加水 咱们今天这个马肺肯定要用高压锅压一下 因为太硬了 锅里来点利油膜膏 这个玩意很香 好一点就行 再来点去腥王 来点老抽 三重去腥 还拿不下你吗 改盖 马肺的话上线给它压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这味还挺不错啊 这个颜色虽然说不是很好看啊 但是这个味道我感觉应该不错 这光卤还不算 盛出来之后还要再给它洗一下 这个味道闻起来有点像猪肝的味道 现在就是给它改一下刀啊 切成小片比较容易下口 马肺也切好了啊 开炒 锅粥放油 火锅里料 先炒废菜 放马肺 放点料 生抽 蚝油 白糖 来点盐 来点鸡精 加一点水 泡好水的干辣椒 香辣马肺 搞定 走着 来吧兄弟们 尝尝咱们的香辣马肺 果然跟飞哥一样 有心有肺 我就想说 我今天做了一个马沙拉 你做了一个马肺 那下次谁要做一个马 你说马插座不就行了吗 先喝一口 先润一下 好饿呀 我也好饿 先潜藏一口 有点像那个牛肺 牛肺的味道 还有波气 味道还不错 因为我刚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味道有点不太好闻 但是尝起来竟然还可以 黑的 太黑了主要是 你买的时候是黑的 应该不是吧 买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暗黄色了 就已经差不多黑了 你放心它不出血价 还行 你就买的不会成年老费吧 反正不怎么是新鲜的 但是它冲出来之后有血水 那还可以 吃不水放心 这点剑上还是猪肺一样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不管是牛肺 羊肺还是马肺 都没有猪肺好吃 这个我有花鱼山吗 你有啊 我本地的猪肺是真的好吃的 吃过吧 放花椒啊 放大料 然后卤出来又辣 这鱼吃得很好吃 我已经卤得好好味 我用了三遍去腥瓦 你有腥瓦啊 没有没有 三遍去腥瓦 对啊 你先把我们去腥瓦 刚开始的时候它很腥 比猪肺要腥十倍 这个一点腥瓦没有 因为去腥瓦已经到位了 我是先焯了一遍 切成块又焯了一遍 再放那个外锅里再压一遍 拿一口蛮糯 辣辣的 然后带了一点嚼劲 马费没有牛肺要吃 牛肺没羊肺要吃 羊肺没有猪肺要吃 马费多少钱 91 这么多可以 月销三 你买一个 你买一个 心里买一个 我不买 叫你等吃是吧 你等吃啊 我又不会做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多难啊 我也是第一次做呀 你见过马吗 肯定见过马呀 你骑过马吗 骑过呀 我也骑过 怎么 在国外骑马不行啊 干嘛啊 没事 我什么都没说呀 我只是 对啊 我只瞅着一眼你而已啊 一杯进三子 进三子 我说有马场 它还真有 这个 下面的 下面的更入味点 我要再吃个馒头 好饿 没想到这个 马费人确实挺有味道的 我都吃了十加十块啊 我估计你如果不放在去心房的话 挖了 那你根本是吃不下去 哪个人基底倒帽子 昨天赛就粗粗了呀 现在想想都好 好那个 八斤六十八块呀 你想想 还是羊肉啊 北哥多想让我捣墨子 我也吃了不少 我已经有抗体了 你还得练 最后干一杯 来 结束 这是我第一次买啊 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买了 这个 确实不好处理 因为它太新了 三面区硬王才把这个窝给压下去 我们之前买的 猪肺 都是那种粉红色的 你看这个买回来都是暗红色的 都已经接近黑色了 好 们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结束了啊 我们是 兄弟 下面见 拜拜 走一口 我好饿